说到风流人物,一般在内地都是很少出现的,因为内地的经济发展比较慢,所以几十亿或者几百亿的富豪还是很少的。 我们最熟悉的风流富商,就是台湾三大丑男之一的黄仁忠,黄仁忠有一句治理名言,我测,可是我敢公开测,为什么一定要偷偷摸摸的测?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,是一位香港的富商叫做刘兰雄,人称风扇流,因为他是做风扇行业体家,到现在身价也有几百亿,说到风流人物,那就非刘兰雄莫属了。 刘兰雄平时喜欢享受生活,豪车无数但不坐好车,就喜欢坐飞机,私人飞机就有三架,曾花千万拍下多个车牌,对待美女更是特别大方,不管你是怎样的冰雪少女,都会被他独有的泡流方式所征服。 苏典说,就是用钱来砸你,关芝林就是被出手大方的刘兰雄所征服。 我们都知道关芝林是一个时代美女的代表,能和刘兰雄在一起当然也是有原因的,但是刘兰雄有关芝林这样的大美女却不珍惜,把关芝林玩弄于鼓掌之中,用两个高尔夫球来羞辱她。 因此关芝林也获得了两千万的资款,从此生育一落千丈,像很多喜欢她本思心寒,到现在关芝林也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,有可能觉得对不起爱她喜欢她的人吧。 但是刘兰雄的风流成性是人尽皆知的,直到现在刘兰雄把病缠身,67岁的她遭到了应有的报应,每周六去医院洗三四次,是,但却毁了一代女神官芝林。 对于这件事情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对于这件事情,我们下断的凭乱以后有个人雄算的女神够的地方。 对于这件事情,我们下断的这件事情,我们下断的讯作业在城市中,我们下断建设的。 对于这件事情是最英最大的重要的地方。 尽管它在所有的地方。